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了祖国西南边陲是如此的风光秀丽 据说很多北京上海的知青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才纷纷报名来云南下乡插队的 当然这部电影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这些 影片的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和电影一起成为了永恒的经典传唱至今 也因为这一首歌人们记住了边陲小城瑞丽 五十多年一晃而过 如今的瑞丽已经是中国重要的西南口岸城市 不过它的秀丽风光依然没变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瑞丽有着不一样的景致 这里三面和缅甸相连 出现了一个寨子跨越两个国家的独特人文景观 寨子里的村民虽然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度 但自古就和睦相处 轻如一家 因为和缅甸毗邻 所以来自缅北密之那的翡翠毛料在这里聚集 在瑞丽庞大的预料市场里 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刀穷一刀富的赌石传奇 瑞丽毛料的外面有一层风化的外皮包裹着 就目前为止 任何仪器都无法穿透看清里面的内核 只有切割开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 传说缅甸玉石商人赌石后 当真正切开加工时 一般不敢亲自在场 而是在附近烧香求神保佑 如果切开的赌石内 有许多水灵剔透的翠绿 一夜之间便可成为富翁 如果切开赌石后 其本质是一块外绿内白的灰沙头 一夜之间就会倾家荡产 说到歹族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杨丽萍的孔雀舞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在歹族地区最开始跳孔雀舞的不是女性 孔雀舞也不像现在大家熟知的那样柔美 由男性来跳的孔雀舞 刚劲有力 充分体现了歹族男人的勇猛和智慧 快六十岁的约夏 人称孔雀王子 在歹族地区及缅甸北部享有圣誉 约夏从小对孔雀感兴趣 常到野外观察孔雀 最早通过模仿孔雀学习孔雀舞 1976年国庆期间 约夏的孔雀舞第一次被搬上舞台 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省州歌舞团慕名前来参观 观众都觉得 约夏的孔雀舞神行兼备 栩栩如生 之后 约夏又深入亚热带雨林 潜心观察野生孔雀 不断练习每一个舞蹈动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夏的舞台体验和临场经验 得到不断丰富 孔雀舞也日争完善和成熟 最终成为一代民族艺术的宗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